亨利八世幼时还是个可爱的小王子 此刻正在举行他的授封仪式 作为亨利七世的次子 四岁的小亨利被册封为约克公爵 这一贵族头衔 通常备受给英国国王的第二个儿子 国王与王后邀请众人举备 共庆这个喜悦时刻 然而王后的母亲却在此刻打破气氛 我也想要给亚利七世的次子 我的儿子 王军 Richard 他在布格尼 作为爱德华四世的次子 理查王子也曾同样被册封为约克公爵 伊丽莎白直指王位上的亨利 自己的女婿 是篡位的冒牌国王 距离上次冒牌太迪叛乱 已经过去了七年时间 王后丽兹已经为亨利 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而来到伯根地投靠了公爵夫人的理查 也洗尽沧桑长成一位英俊的约克王子 在公爵夫人与伊丽莎白的共同谋划下 理查已经做好了准备 随时回到英格兰夺回她的王位 在得到许多欧洲国家的支持后 公爵夫人修书一封 以理查王子的名义 邀请亨利与利兹来伯根地做客 独信的亨利扑斥一笑 她认为这是公爵夫人故技重施 再次用一个闹牌货来发起叛乱 亨利并不打算赴约 于是派出利兹的表妹麦奇夫妇前往伯根地 同样出生在约克家族 麦奇也可以辨别理查身份的真伪 在麦奇夫妇出发后 利兹找到被关押在修道院中的母亲 想知道是否是她与公爵夫人密谋的这一切 然而母亲此时却质问她 难道不为弟弟还健康活着感到高兴吗 母亲此刻要扶持弟弟上位 对利兹来说也就意味着 要夺走她丈夫以及她儿子的王位 这对她来说无疑是非常残忍的 她质问母亲是否一直最爱的都是弟弟们 而她只是用来纵横谋划的一颗棋子 伊丽莎白立刻回答 她爱利兹远胜过任何人 接着又咳嗽了几声让利兹立马心疼 常年被关在修道院中 伊丽莎白的身体的确大不如前 利兹最终还是心软 向亨利请旨意将母亲接近王宫里休养 然而此时 英格兰各地的领主 纷纷得到理查王子还活着的消息 许多人都表现出支持理查的意思 于是利兹此时提议 册封他们的次子亨利为约克公爵 以此来堵住悠悠众口 然而在小亨利的授风仪式上 外祖母伊丽莎白又跑来上演了一出大戏 利兹彻底被母亲伤透了心 作为一位母亲 她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 收到任何威胁 女人洗手的水突然变成鲜血 只因她的双手残害了太多生命 太后惶恐不安 光着脚跑到教堂祷告忏悔 当听闻伊丽莎白的小儿子理查还活着 将要卷土重来夺回英格兰时 太后玛格丽特变时常想起 当年她亲口下令 杀死了关在伦敦塔内的 两位约克家族的王子 小叔子贾斯伯发现了太后的异常 跟到教堂询问她发生了什么 太后在慌乱中静说出了真相 太后此刻才明白其中的意思 伊丽莎白当年将小王子理查掉包 这也意味着此时此刻 还有一位约克家族的继承人活在世上 而没有参与其中的贾斯伯 这才发现当年那场残忍的谋杀 竟是眼前她深爱的女人一手策划的 两人多年前 一同协力扶持亨利登上王位 但此刻的贾斯伯 已经开始犹豫是否要将真相告诉亨利 这晚过后 太后一边担心着约克王子理查的身份是否真实 一边又害怕贾斯伯告诉亨利真相 整日活在惶恐不安之中 而本就已经年迈的贾斯伯 在受到打击后疑并不起 她派人传话表示想要见亨利一面 结果却受到了太后的阻拦 此时亨利也在为那位约克王子的事焦头烂额 于是让母亲转告叔叔 等他好些了再去看他 然而太后却没给他这个机会 他来到贾斯伯的房间 恳请他不要毁灭掉他们亲手打造的这一切 但已在弥留之际的贾斯伯 还是觉得应该让亨利知道 他的母亲打着他的名义做了什么 否则他将永远不会知道 最大的叛徒就在他的身边 玛格丽特见贾斯伯心意已决 只好与他做最后的道别 为了不让自己的秘密泄露 玛格丽特就这样亲手捂死了他最爱的男人 追逐权力的女人果然都是心狠手骂的 不久后 亨利得到了叔叔离世的恶好 从小陪伴自己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叔叔 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也成了亨利永远的遗憾 而另一边 到达伯根地的表妹麦奇 也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约克王子理查 虽然麦奇幼时并未见过理查 但对方描述的一些回忆 不由地让麦奇越来越肯定他的身份 公爵夫人还火速为理查联姻 迎娶了一位苏格兰的贵族女孩 但曾经的太后塞西利夫人却并不开心 整个欧洲的王室 除了西班牙之外都来参加了这场婚礼 这也意味着他们都选择站在理查这边 支持他夺回英格兰的王位 而孤立无援的亨利 只能在此时去找西班牙联盟 亨利妻世与王后远赴西班牙 为儿子亚瑟王子 求取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 刚一到达金碧辉煌的宫殿 就被漂亮公主用热情的舞蹈欢迎 随后两人一同觐见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 亨利在夸赞了一番公主与宫殿后 也不拐弯抹角准备表明来意 可还没等他说完 亨利尴尬地回头 事宜翻译上前向女王解释 他只会讲英语法语和弗兰盲语 本就对他们没有好感的女王更加无语了 此刻的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而他们女儿的联姻自然也是最珍贵的宝物 不过好在丽兹此前学习了西班牙语 他告诉女王 自己和儿子都学习了他们的语言和习俗 这样凯瑟琳嫁到英格兰后 也不会感到陌生 虽然丽兹卑微讨好 但西班牙女王却不领取 他直言如果英格兰不能将内乱处理好 就根本没资格跟他们谈联姻 一旁的亨利听不懂只能一脸猛逼 连忙问丽兹都说了些什么 丽兹为了让亨利安心 表示女王认为公主和王子尚且年幼 他希望由教皇来安排婚事 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先得到教皇的允许 亨利信以为真 不过时间不等人 约克王子理查已经率兵跨过了苏格兰的边境 亨利与丽兹只能立即返回英格兰 他穿好盔甲准备迎战 丽兹也亲手为他带好配件 亨利率兵来到前线 此时被关在伦敦塔内的伊丽莎白 又开始了他的老本行 随着一遍遍的咒语 森林深处又一次升起了雾气 亨利带兵去寻找敌人踪迹 但边境却是空无一人 而体力不济的伊丽莎白 此时也已经累到 以为是对方撤退的亨利兴奋地回到王宫 然而亨利还没高兴半天 才知道原来理查并未逃跑 而是去迎接他刚刚出生的儿子 有了继承人 也会让其他国家更加支持理查的行动 亨利不得不再次集结军队返回战场 做好随时迎战的准备 而就在丽兹焦头烂额之际 他的母亲晕倒在了修道院 已经到了生死弥留的最后关头 他请求再见女儿最后一面 丽兹的内心万分纠结 亨利在此时劝告妻子 丽兹虽然无法原谅母亲 但当看见他痛苦的模样 还是心疼不已 只可惜母亲最后的叮嘱 还是让丽兹去帮助他的弟弟 推翻亨利的统治 直到最后一刻 丽兹也没能得到母亲的偏爱